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老师 希望我的影片记得按一下订阅按钮跟铃铛 记得追踪我IG FB 还有Twitch 那连结在资讯栏的下方都有 那今天要玩的游戏是新绝代双石胶一代 那大老师以前小时候都玩过绝代双石胶一二三跟前传 那绝代双石胶的系列是我本来就一直想要录的 支持找不到时间跟机会去录制 那这次我们就来录制吧 希望大家会喜欢 那大师游玩的版本是后来出的纪念版 V1.3 DVD加强版 OK 要不要先歇歇 刚生完这对双胞胎不久 强奔十余礼 孩儿身子不知耐的祝福 我更担心你身子 我 我从银花宫跟你一起私奔 要是被公主抓到 我俩身不如死 与其让她折磨咱们 我咬牙也要撑过这一关 这苦的孩儿 下世还没有尝几口亲娘的奶水 就要受到心悦欲露之苦 风 少说话 调调气 我已经潜树桶江晴 要了我拜把兄弟叶南天 就在出了林的客店接应 江湖第一神剑叶南天 嗯 现在只有她的嘉义神功 才能披敌仪花宫的鸣玉绝 哼 燕南天算什么东西 仗着她名头 就可以做出忘根负义的事情了吗 还亏人称你为玉郎江峰 你联系公主 看你们不怎么吃惊了 怎么知道已经逃不掉了吗 嗯 月奴 江峰 好啊 想不到你竟然已经为江峰生了一对惠种 二公主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 但是这孩子是无辜的 你就饶了他们吧 孩子 可爱的孩子 要是是我的多好呢 江峰 你被人伤了 我姐姐就你回秀玉我 百般的照顾 她一辈子都没有对人这么好过 你这个狼心狗肺的男人 竟然拐了她丫头跑了 你说出个理由 我考虑让你少受几年的折磨 二公主 二公主 你要怪就怪我好了 都是我勾引江浪 为你呆醉之事 就此了断 玉郎 你还是回去 向大公主很好吧 千苦万苦 别苦着了孩子了 你也听好了 我跟月奴相处 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光 只有她爱我的心 爱我的灵魂 而不是爱我这张脸 肯为我到死牺牲 致死都护着孩子 然而你姐姐邀月公主 根本不是人 如兵似火 沾上的人都会受伤 我不是她的金卵 玩偶 或者只是带出去给人家看的帐篷 你说 你在说 我姐姐哪一点比不上她 你只知道这剑碑对你好 你可知道 你被救到一花公的这段时间 我对你怎么样 你 即使你面容全会 我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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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公主 原来 你 你也 反正我自知敏捷 她 从此以后 就是你姐妹俩的了 求求你 饶了他们父子吧 月奴 你说这什么话 你死我岂能独生 待你逃入一花公的时候 你难道到此刻还不了解我吗 我了解 我已经活过女人最灿烂的一段 可是 可是 我们的情侣 不全让下一代承受苦苦啊 我知道 我一丝寻求解脱 是很不负责任的做法 我也知道 你接着活下去 会是涂抹的艰难 但是 但是 我求你 为了孩子 你必须活下去 姐姐 你都听到了 你想对小孩子怎么样 还我孩子 还我孩儿 好个一话接约 我应该想到 你要是想杀孩子 根本不用这么费事 谢谢你 谢谢你 给我 这么多幸福的日子 剩下来的事 就 拜 托 为什么 老天这么不公平 要有我亲手杀死他 为什么 腰月 你能不能答应 不成 你以为苟且偷生 我就会饶了这剑肘 爹 对不起你了 更对不起你娘 咱们一下子 都别被这对姐妹给污染了 我们到天上再一同团聚 姐姐 江峰自己 你满意了吧 是你让他们更恩爱 让他们更恨你 她总算如愿了 我们呢 我们呢 住口 当初师父给剑丫头取名的时候 她一辈子注定要做我的奴位 我只知道下贱之人不明是灵 敢同我争月狼 没想到 你对我也存私心 我骗要说 从小到大 我什么东西没让过你 还记不记得柴果子的事 你竟然为了抢大科的 把我从树上推下来 从此以后 我再也不敢向你争过任何东西 女狼也是 身为一个女人 我只能偷偷的爱她 你还认我这个妹妹吗 我何尝不痛苦 这么多年 大家都认为我是堂堂仪花公主 名于公的嫡传弟子 威震天下的魔头 每个人对我既为幼恨 只有她还当我是女人 臭男人 为什么认了我之后 又要倒在别间石榴群下呢 姐姐 我现在才知道 滚开 十多年了 这还是你第一次暴露 就算此刻你推开我 我也心满意足了 你来干什么 告密的赏赢 我不是给你的吗 我是来去妖别公主答应我的赏赐 好吧 难怪姐姐她也知道江峰的逃落 像你这种卖主求荣家伙 天地不容 住手 我答应的是 你也敢动 等江秦东西取完之后 要杀要寡再随你 你死之前 有件事我想问你 江峰抵制当你是亲兄弟 你得了几颗高价的夜明珠 却贱卖了你的人格 我想知道真正的原因 哼 她仙祖留了那批山林田辰 快被她败光了 天天衣国荒鲜 叫马雄军 还不时又美人腰架 看到那种神采飞扬 风流倜傍的样子 令人生恨 我要是有她手头的银两 准能做出一番大事业 好不容易逮到这个机会 她为了夺两位公主 将所有财产脱手 变卖换成夜明珠 给了我们几个仆人塞牙缝的安家费 所以就想要牵走咱们 要是我不卖了她 准有其他人找她下手 只要谁能得到这些夜明珠 自然是人生一番新天地 将风情唱得意 却不善于用着 也算是可疑 你走吧 天下像你这种卑鄙小人 是杀不尽的 以后少让我看到 谢谢二位不杀的恩情 小的补充一句 叶南天正往这来 告辞 好江琴啊 一个消息能卖好几次 你刚才怎么不杀了她 这个人好权 贪财妄业 手段阴狠 只怕咱们以后能够利用 叶南天要来 以我们姐妹俩的功力是不怕的 这两个小玩怎么办呢 狗杂种的命你也敢拦 你可知道 这孩长大之后想大爹娘 我看到了就像傲雪 我突然想到一个比杀死他们更好的主意 姐姐 现在如果杀了两个孩子 他们根本不知道痛苦 只乐得江家和家团圆 不杀又如何呢 你有办法让他俩终身痛苦 让江峰和剑碑 九泉之下不能安魂 这孩子如果脸上画到疤 长大以后 兄弟俩的颜面变弄 可是谁也认不出来 如果燕南天的嫁衣神功传给其中一人 我们的茗玉公传给另一人 想办法要他们两个成为不死不休的仇人 让他们兄弟相残 无论谁胜谁败 我们再告诉另外一个人这个秘密 这个主意 怪却有趣得很 但是 最少要再等十余年 十余年呢 是你们干的吗 不是又怎样 不是又怎样 看你一拙破旧 难道也想喝一杯羹 给大爷们一些零头花油 就告诉你是谁干的 躺在那儿的 可是我的义弟跟弟媳妇 你们连死人都敢玩弄 你们连死人都敢玩弄 燕南天问明了卖主的畜生正系江秦 听说现在顿缺恶人谷壁祸 这恶人谷是聚集了天下穷途末路 最大恶极的贼寇 只要入股不出 江湖中人兴师讨伐者 全都无光而返 二人谷说好听 是二人潜心修炼 待时在起之处 实则为不明说的流放锁 人间的活牢笼 无论善恶有进不出 燕大侠安乐两幅上好的棺木 抱着柚子 一路借些西周如水 就往那极西偏僻的醒不踏去 等着他的 不是那枝藏头烙尾的江旗 而是一匹武功卓爵 激诈今生的江湖会家子 是一匹武功卓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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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一匹武功卓爵 一匹武功卓爵 成功 成功 一匹武功卓爵 高速的 十多年后 回来小玉啊 一定是你在盐罐子中加糖 糖罐子中加盐 难怪今天客人连着他 去去去 说什么盖帮天吃心长厨 我不会偷学做做菜的功夫 混运混降料是一次大厨的本事 就被贴了出来 太没贴你的 对了 杜伯伯金儿心情好 可能传两手决刀给我输不定 学习卷 好是这样 路人的对话我就不配了 我只配那个 主线的 刚刚突然当机也不知道什么 他说什么 哦 OK 好 好像存档是按六键了 突然又不习惯 好 我们进小玉尔进尸处 这宝箱我记得开不了吧 你要学那个接手才开得了 对 不能休息 好 走吧 这样快多了 哭什么 你从来会哭 还做什么 哼 人家三星 不能哭吗 哼 哼 人兄起息怒 莫吓着蛙耳 走人家和人 莫躺无家务事 哇靠 小小年纪都学我咬文绝字啊 再长大还得了 喂 问了名号前 请先自我介绍一番 这是礼貌 哼 哼 你别管我 你们看来 是刚当二人谷是吧 难怪不认识我 我兄妹娘喜欢哭 喜欢小 有余你何干 哇狗疗屡动兵耶 最想用刀换他娘口子 我就是二人谷中 第一号管闲事 柴米有眼酱醋茶 无衣不沾 霹雳啰嗦 煎沼茶的小鱼儿饰演 哭笑不得的兄妹 倒是报上名乃 哼 哪有那么无聊 却这种名字 不错嘛 你明明笑起来挺可爱的 为什么要没事装可怜 说来听听好不好 哦 叫你别哭不理我 人家说两句就笑 很好 隔壁往外弯嘛 有时间哭笑 不如练好功夫 血润轻丑 我嫌丑了 谁跟你装可怜 我叫卫精灵 哥哥卫无心 我娘早逝 爹爹卫无天便 博博卫无亚被胖后 带着我们逃向这里 可是受伤过重就 吐姑姑认识我娘 所以说我们 但是吐姑姑 不喜欢哥哥 我有空感 无心 无心 没心肝 我从小连敌养都没见过 你好福气 有个妹子还显累赘 这少更新的男人 吃到夺走我小 萌新的宝珠 不过古中的捉弄的人 都对我借心了 有个疯子 心疯作乱才有 才有乐趣 也才显得出 我小鱼饵的手段 好啦好啦 我去明白了 别哭啦 只要你不哭 随便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好不好 真的 好像中了技的感觉 嘿 这可是你说的 之前欠着 等到哪天想到 他告诉你 完了 和他哥哥一般疯癫 还没哭完 就马上可以笑 心情说变就变 所以说 女人最难懂 聪明的男人 都了解 静而远至的道理 你知不知道 土姑姑住哪 我帮你带路 就算是完成这个约定 好啦 不一不一 我宁愿迷路 这个约定 也要欠着 哇嘞 小鬼淫静 你祖奶奶哪天不高兴 敢叫我跳分坑的话 嘿 附加三弟 喜欢给你 我又比较小悠 好 我们来到那个 图 图人 他叫什么名字啊 图人什么的 图交 图交交 这个月 你应该到杜莎家吧 图交交玩男生的声音配 因为他不男不女嘛 哈哈哈哈 OK 走错了 杜伯伯的是住南边的 好 住南边是吧 不良书斋 哦 灰心姐 你在干什么 想拉上 年纪还太小 跪点些 被妨碍我读书 读什么书 你只无才便知道 最多学学修画的本事 找个男人嫁来就算了 二能谷还有几个好男人 老头子你倒说说看 哪个不是偷骗 杰瑞 杀人威赫 唯业 有几个正经人物 我也就是为此才多学一些本事 离开二能谷生活 看能不能找到一块好人家 竟然是乌龙的穷呢 也比你们这些不知 不知实其理的废物好多 虧你这种话也讲得出来 别被谁听到不爽 半夜就做掉 不过来此定居的恶人 所生下的第二大 的确也不少讨厌这种天天 耳鱼我造 互相欺凌相害的生活 老头子 你在这里混什么劲啊 研究研究 用什么好研究 做坏事不是拿把刀 找几个无辜的人 被他们交出千材 最后老弱妇虏罢了 还要研究吗 这名堂可多了 虽然如果研究用什么手段 彻底攻破被害者的心房 攻行为上 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没错 人不费 人不费力就得到高霸手 这点可要好好学起来 好 是这样 好 杜杀道长 今天要教你 血杀刀 说话用至少 果然很酷 不要和人结论就是了 何必学刀法 人神到处是误会 你不犯人 人来犯你 与人正名对敌 阴谋拐骗都用不上 扎实的本女多学这些 以后不吃亏 说的是 便宜也不用多占 这盔 这盔 倒是不能乱 随便吃的 抗羊帘了 到货三天进去 下次考试 考 考试 題目是什么 套路一下吧 以前在这房里 宰的狗狼 都记不清求生意志 其他 只有理想 该不会是大虫 天杀之倒肚 不仅很酷 而且残酷 我只是十多岁的小矛头 多谢杜伯伯教诲 小玉尔告退 还不快点到后三练习 将血杀刀练手 再来找我 怎样才可以叫血杀刀练手 提升血杀刀的等级有方子有三种 第一种方法是和敌人进行战斗时 每次成功使用血杀刀时 熟练度就会提升 第二种方法是将血杀刀捕 装備到个人修炼难里 如此在战斗中只要战斥敌人 即使你没有使用血杀刀 还是可以提升熟练度 最后一种方法是累积战斗 生命后所得到的晶圆子 当晶圆子足够时 就可以进入招式提升晶圆子 不止血杀刀如此 所有的武功招式 都是靠同样的方法修炼 好就这样 哦 对老大第一次将血杀刀嘴血传给别人 你一定要认真苦练 好好发扬光大 你又想我去害人士吧 我两个很不苦练啊 一度我的个性 过两天要是我练不出一点花样 只要吃好几大巴掌 说的是 不过我以前看你杜伯伟也也验过 血杀刀是我等级的 刚开始整攻击当一敌人 念到后期可以一次攻击一排敌人 对于强敌环式的状况下很有用 OK 是那个家伙不对 啊 鱼兄 你来得正好 这小子把我打伤 居然还跟万神医说 是我先动手 害我不能自上 真是其有此理 不说不说 根本就是你先动手 还不敢承认 否则万神医就不可能跟我治病了 你们俩在搞什么 一月息怒 万神医说 只要我们先确定是谁动手 就肯定我们的医治 谁知道这小子就死不成 沉闷 你好意思说 你的老子酒里下药 被老子发现 你当然是罪魁祸首 唉 这两个家伙都中间恶人的脸 一不敢吃白刀子进红道子出 二不能冷气吞声 看我怎么整你们 要怎么整他们 然后我们先警告 喂 事先先动手了 还不敢你承认 不成 这次还能再现 又多理在乎 我非他说得明白 谁怕谁啊 老子和你耗上了 好 两人兔宰有时间吵架 没时间看病 我才懒得拎你们 没有用啊 下过他们 哦 是这样子哦 这样是对的吗 先存个档 小鱼儿 你有什么事呢 OK这边没剧情 反正就不配了 渡火一直要我练功 我实在不喜欢 我只要动一下脑筋 没有不能解决的事情 又何必这么辛苦 学那些武功招式 你的机智 学是不错 可是在武林中行走 难免会遇到机智也无法解决的事情 何况 血杀到乃是肚杀的拿手绝火 练熟一点 对你将乃是有意无害 哦 哦 啊就哦哦哦 就这样 一两天睡着了 他现在就是活死人状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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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 去 杜杀练功练高脑袋僵了 竟然闯混小子血杀刀 这么大叔别生气 我练血杀刀 哪里爱着你啦 我说的是杜劳大上一个图尔 学点皮毛就去倒出脑子 周边的埋伏 乱刀砍死在小路上 死得好死得好 如果想死的时间 每本事都该如此 还没那么快交点一些钱卖啊 哦 那边是教学 我就不念了 诶 智力要增加是不是 老说智力干嘛 老说还是不知道 禁止交易对象 禁止交易对象 好 走吧 好 后撒在这里 OK 好 这边战斗咯 战斗会不会当机呢 听说后撒有猛虫出没 我还没将杜伯伯交代我练的血杀刀练手 我看还是不要走太远 先在这附近 把血杀刀练手再说 这是要练多少 我看血杀刀已经练得差不多了 应该可以回去找杜伯伯验收了 好 走吧 老杜 老杜伯伯伯 是这里最酷人 不让人不容易整到 还得端正怡龙才有好处 咳咳 杜伯伯 小玉儿 来向您请安 回小之兵 磨磨磨沉沉 老规矩 进屋宰的虎儿再出来 虎儿 是指小老虎吗 那就沉沉威风 巴结巴结度了 我为她既无冤丑 叫训一下便是 也不用杀她 不过 這话可不能说出来 不然老杜的马上伤了我二个恶瓜子 哈哈 靠我又血杀刀 jeśli教训长这去的畜生 是渡伯伯伯的隐横 昏 隐围裡 不属属你身上裙百条八痕 先保小命 再说吧 Ling C C C 呀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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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哈哈 縱裡杜撒力血像上 砍到自己血流十八神 死得沒人理 我虎兒 更不是批 吊兒和金金的猛虎 哎呀 管我 靠著我害寬你 噗 進來了 發生了趣事喔 如此之快 這恐怕有鬼 好厲害 叫你殺虎 為何不殺 那也就好厲害是老虎偷襲我的招式厲害 還是你設計害我的軌跡厲害 你抖了敢 膽子 敢害我 摸魚摸到大白殺 老虎偷襲來說殺就殺 可不可以得罪他 又是被砍了手腳 那後半輩子可難過得緊 誰敢害杜伯伯 然後我是杜伯伯抓來的 你當然能用好厲害的功夫載著他 這道理 這道理小魚兒都懂了 只是杜伯伯每次都要 都要我練這個沙納的 人家也想目睹你殺虎的英姿 才能到處向人宣傳 你入股時速寒暑 功夫更剩當年 你現在馬上給我給你 金額別人拿我 免得我一時程序失控 挫傷了你 千窗萬窗馬屁不穿 呵呵 天氣涼了嗎 怎麼直 直被追 一股寒液還真冷寒 一定是平常風涼化速度了 連唇齒都發展 三七六七走回上車 這腳怎麼不太聽話 我看 我還是趕緊到屠姑姑那裡看看 有沒有什麼好玩的東西 順便閉一下風頭 誒 一整房他會暖化嗎 那我等一下要去試試看 哎呦 你這死小孩 誰不好惹 偏偏動肚勞大的鬼腦筋 他叫你殺虎就殺虎嘛 羊掌都解決了 幹什麼設計陷害殺人狂 哈你姑姑我擔心死了 還有啊 我也建議和他哥哥到後山說是念功 到現在已過了大半天 還沒回來 你去幫我叫他們找你回家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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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